今天上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谢少谋主持绕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上级相关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多项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 双节将至 市市监局要聚焦学校餐饮等重点领域 深入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食品安全大排查 大检查 大整治行动 特别要毫不松懈地抓好全市45家市场和大型超市的进口冷链食品监管 彻底消除冷链环节疫情传播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会议相调 要把中央经济会议最新精神 江门和台山市委全会精神的重要思想 基本原则 目标任务 体现到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 谋划实施一批具有全局性 战略性 基础性和牵动性的重大工程项目 合理设置十四五规划的各项指标和重点工作 尤其是完善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规划和目标 切实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会议指出 台山是海洋大事 海岸现场 港口码头 点多面广 打击走私工作任务艰巨 尤其是走私入境动品 给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重大的隐患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各诊节要认真做好 清理整治涉于三无船舶 和规范涉于乡镇自用船舶得理工作 全面摸清底数 落实登记 建档备案制度和准入制度 落实监管责任 强化监管措施 完善管理体制 加大安全投入 扎实做好各项渔业船舶安全管理工作 会议将调 各阵阶各部门要始终把禁毒工作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要强化社会禁毒宣传体系建设 积极开展针对青少年等群体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对毒品的认知和抵抗力 扎实推动禁毒工作全面发展 为台山争创禁毒示范城市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记者张志祥 梁一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